大家好,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 世界杯南美洲区阿维赛第一圈周五组上继续进行各组 到时巴西将作客哥伦比亚两对头四轮战霸仅一分之差 换言之彼此今届赛事发挥较为接近 上方今次相遇90分钟内华胜负难了 哥伦比亚第一圈四轮战霸虽然成为两支未尘败迹的球队之一 但他们和局长次多达三场 目前正处于这波三连和之中 如果讲同强敌乌拉圭战乘2比2能接受的话 这样和智利以及阿瓜多尔的对话互交白卷 则不太能接受 毕竟智利近年状态下话是不争的事实 而阿瓜多尔亦非实力突出 今次哥伦比亚近期这波三连和中 足以证实球队近期是缺乏真正能力的 哥伦比亚头四场紧攻入三球 入球者分别为拉菲尔山道士玻利 占是洛迪古斯以及马迪奥斯乌列比 刚下你三人都在今期的大日的名单中 金像发挥固然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 路尔斯迪阿斯亦入选了本期大名单 球队进攻方面是具备一定的实力的 金像面对巴西的围剿 金像赛事尚未开了的他能够取得入球吗 巴西金赛赛事取得两胜一和的开局 原本以为球队能够一如既往感前进的时候 上将教授乌拉菲竟然正吞两胆 盖翼球队甚至创下三项尴尬的纪录 1. 巴西之前世界杯南美洲区外围赛37场不败 这是世界杯南美洲区外围赛最长不败纪录 被乌拉菲中检 2. 巴西近40年首次以两球的差距不敌乌拉菲 他们上一次正负乌拉菲两球要追溯到1983年 3. 巴西近15场真负两球的世界杯南美洲区外围赛比赛 对手昆维亚阿根廷值的主席 当然失利并不可怕 如何调整并竟中场名才是更重要的事实 森巴棍团阵中有多位球星领险 诸如云尼斯·奥斯·祖利亚、诺迪高高斯、加比尔·马田利利、加比尔·马加希斯 和拉菲拉·比洛利等 指面实力无疑给哥伦比亚出色 这绝对是他们此行的取胜之事 与此同时,球队最近六次加手哥伦比亚能录得三胜三无极不败战绩 不过最近一次作客哥伦比亚执护家发卷 毫无疑问,巴西此行理应打醒12分精神 拒绝两连败的发生 多谢收听,记得like和share我们的影片啦 蓝球赛事